mia 首先海撒象第一時間向林志穎先生 與兒子Ginson救起的民眾 致上最深的謝儀 目前我們在這幾天陸續聯絡救命恩人 然後我自己跟家人都有親自 或透過他人表達 有種感謝之意 然後針對志穎目前的狀況 他又逐漸好轉 他目前的意識是清楚的 也能夠進行簡單的對話 接下來在長根醫療團隊的專業評估下 將會進行手術 他很抱歉 這是手術的內容 因為愛與私人的因素 沒有辦法跟大家公開 後續志穎呢 也會需要一些時間進行修養跟復原 我是林志穎的弟弟林志欣 這邊要代表林志穎的太太 陳洛宜與家人們說明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 第一時間 二嫂接到熱心民眾打來的電話 也和Jensen聯繫上 但未能聯繫上志穎 我們帶著忐忑的心情 隨著二嫂來到醫院後 我們一家人與志穎的好朋友們 才確定了這個令人難過的事實 看著這幾天 二嫂不眠不休 堅強地守護著志穎 我們兄弟姐妹們 也都作為她的後盾 共同扶持 與依靠 關於意外發生的經過 二嫂和我 有嘗試與志穎對話 想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 但志穎目前的身體狀況 仍無法將 發生的經過拼湊起來 我想 要等到志穎身體狀況更好些 才能與相關單位進行說明了 也請社會大眾不要再繼續討論 或採測事發的經過 同時 請大家尊重傷者與家屬 網路上有許多不實的報導與意測 還請社會大眾與各位媒體朋友們 省慎過濾 這些不實的言論 只會造成志穎 志穎的太太和孩子 和家人們更多的痛苦與傷害 對我們來說 志穎和堅審能平安 才是最重要的 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體 與社會大眾的關注 志穎與家人們都無意再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針對這次的意外事件 這會是最後一次 公開與大家說明志穎的狀況 另外也請媒體朋友們 給我們一些空間 不再打擾醫院的運作 與家人的生活 讓志穎能安心平靜的復原